有没有人跟我一样,过年鱼肉吃腻的,总想吃点开胃菜 今天两块莲藕,两磅莲 现在莲藕很粉,大家数一下多少口 先把皮削掉 莲藕先切个平面,让它站稳 再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的藕片放到水里,加点白醋泡一下,它不会变色 再烧一锅水,加一勺白醋,把藕片放下去煮 如果怕藕片发黑,最好用不锈钢或是不粘锅来煮 如果用铁锅的话就很容易发黑 煮开一分钟,捞起来 放凉水里面浸泡,口感脆一点 控干水,放盆里,蒜头姜,干辣椒 再来几个花椒,烘断 来点油,炝出香味 来点盐鸡粉白糖,一勺辣椒油,一勺香油 给它煮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凉拌藕片,做法简单,口感又脆又麻又辣 非常的开胃下饭,赶紧试试看吧 记得点赞收藏,拜拜 腿以前刷腿